大家好,歡迎收看司機金突藥,古壇司見 我是李浩德,在旁邊是中原集團的司老闆,施永青師生 師生,你好 你好 師生,這星期又是多事之秋 今個星期蒙面法實行了幾天 中美談判又是這星期 大家不知道接下來的後市看法是怎樣才好 或者師先生,你都跟大家指點一下梅珍 我自己看,那種很動盪的情況 就會告一階段 這是好消息 應該是好消息 因為這段時間,我有時遇到朋友,甚至三不識七的人 在街上碰到我,都被抓住我 他說,師生,這樣下去會怎樣電 香港以後會變成怎樣 他們都很擔心,哪邊都很擔心香港的前景 我當時跟他說 如果純粹說那種動盪的環境 我認為不會長 不會長的主要原因是 這件事的事情的本身 對香港沒有好處 對普通人也沒有好處 一件沒有好處的事 就不會持續 他說不是,現在 又說 核爆都不同,勇武決裂 有幾個方面的觀察 一個是,人數較少 參與街上的環境 因為我看到有些地方 擺完那些路障之後 以前擺完,有人守住他 有遮陣 現在有時是 一批人去那裡擺 擺完一輪就 撤掉了 人數不足才會這樣 我看到有些司機下來拉開 街坊拉開 整體人數,我覺得是少了 有些人說不割席 實際上在行動上割席 另外,訪問街的人 他當然說 我都體諒 我都明白他們爭取的事情 我都支持 這只是一個政治正確的答案 但是,如果你問街的人 你明天想地鐵開 還是地鐵不開 其實他們都想地鐵開 因為,不是什麼黨鐵 那都是人民日日上班坐的鐵路 日得上的生活,真的有影響 我相信 不要說 男的那些,黃的那些 自己做一下做一下 都會懷疑自己這樣做 是否正確 因為自己身邊的人 都會身受其害 你撥爛了一些東西 都是人民去付出代價 所以,我自己覺得 去到這些位置 都很盡力 因為蒙面法出了之後 當然你說,行動更激烈 破壞更重 是那幾天 為了證明蒙面法沒有用 才做多一點 但是,已經靠提高暴力程度 提高破壞的對象 去到商業機構 我認為 用這些東西去顯示自己的存在 其實已經是乾怒之忌 下一步 我都要勒此為照 看看是否真的會少一些 例如,這星期六日 會搞的程度 就沒有支持 我也有聽到一些封煙節目 以前那些,真的核爆也不覺得 勇武支持到底 但現在都開始有勸喻 那些人說,你真的不要去搞地鐵 搞法是對普通人生活影響太大 所以我自己覺得 反對派的鬥爭模式 都會調整 不是一直加上去 因為增加暴力不是他們的強項 如果增加暴力 政府方面,警方又增加暴力 那不會增加他們的優勢 所以我自己看 接下來的日子 破壞行動、騷擾商界行動 就會減少 不會擴大 所以,如果說投資 如果這是一個利好因素 這個利好因素,會在這星期慢慢展現出來 相反,中美談判 會不會有結果 這兩天,在華盛頓的談判 第13次會談 沒有不談,還會談 談的意思是,雙方都想有結果 不過可能分歧 很大,談來談去都談不完 談過很多回合 談了15個月 為了令到好似還值得談下去 所以,可能都要有些中途協議 如果不是打算一拍兩散 我相信,取得一些局部協議 都是有好處的 但這方面,我相信 中美的摩擦是持續的 短期只能夠緩和 是解決不了的 這方面,對香港長遠當然是不利 但如果說到市場 已經沒有特別大的期望 有一定的波動 因為談不電的情況 都在市場出現過 因為我們已經經歷了太多次的談判失敗 所以即使談判失敗 都是去到以前失敗的位置 所以這兩天,如果出現的結果 市場是有些向好的發展 港股其實是想等好消息 我自己傾向,第四季會好一點的機會 即是第四季整體,應該是看好一點 上次師生也有提及 可能本地企業應該是見底的 但近期,暫時還未出現 今天可能大家也有些不開心 看到一部份本地 其中一隻,823,領展 連自己的CEO,都買了這樣少少股票 很多股民都打來問我 是否代表英語看得太淡 其實領展是 以前防委會下面的商場 是相對本地化 當然有一段時間,本地化的商場 都有做少少大陸下生意 但沒有尖沙咀、廣東道那些 民生消販的情況 應該影響比較少 同樣理由,他們在租金政策上 都站得相對硬 當然有些商界或零售界 應該選租,共渡難關 但他們好像站得很硬 站得很硬 通常商界是最面對現實的 如果不動就會選擇 所以我相信他自己覺得 我這個場,有人行走 那些來掃場,都沒有掃領戰那些場 所以我自己看,他不選租 是代表他的情況 是好過其他的場 但是在整體形勢上 香港出現這麼多事 都是被扣分的機會多 那個CEO自己簡遲 可能長遠不看好 對香港整體不看好 就不是說 我相信領戰還是防禦性比較強的股票 只不過之前他升得多 現在回復到一個合理水平 如果真的一直都這麼便宜 我覺得如果可以選擇,反而領戰值得更好 其他收租股呢? 香港政府也有提及,大業主要帶頭減租 共渡時間,會否揭起一個明顯的減租潮 我自己接觸,因為我都有幾百間舖 幾百間分行在香港運作 我接觸到那些大商場 就是你租約不到期的 就很難有得談 隔壁家麵包店選給他 中原就無法選擇 因為他知道你沒那麼快收拾字 但是都有一些都願意談談 現在個別業主 大部份都有減少少 幅度高不高? 10-15% 3-半年 3個月到半年 先答應自理 他說,初定而已 市好,再加上 如果租約到期的 減幅比較多 租約到期,一個是很難有租家 另一個是,我們還家 通常原租一定幫你做 有些選擇兩三成都有 這是你有選擇的場 如果整個屋若是只有一個商場 仍然站得很硬 大部份在香港的業主 其實耳隔能力仍然很強 基本上,趨勢就選擇 兩三成都是很普遍的情況 你很容易感覺到,業主想留你 希望你留在這裏 不要到處去 價錢容易傾斜 以前,你不租 他說很多人有一個期待 真假不知道 你在壓力下 不想不見了那個位置 你就可能要接受他的條款 但現在,多數看到他很想你留在這裏 空置率,在街鋪有很多人都看到 銅鑼環、尖沙咀開始出現 鋪位,兩個角度都有壓力 一個是互聯網興起 電商搶了部分生意 另一個是,現在的大陸來嚇少了 這件事,我覺得會影響持續 因為香港的服務業 如果只是服務香港人 其實去不到現在的規模 現在的規模是 過去一段時間 放人下來消費去撐住 現在的人覺得來到香港不受歡迎 你來消費而已 也不想這麼無印 因為大陸現在的年輕人 對香港的印象 老實說,真的一般 如果沒有那麼多人流量 一些零售業、餐飲、旅遊 我相信是要大規模 縮小規模才能生存 所以未來的失業率會有影響 會有調整 是的 今日的時暫都差不多了 多謝施生 如果各位觀眾想了解多些C基金的資訊 歡迎到以下網頁 我們下集再見